新冠肺炎嚴重打擊經濟 本港失業率推高到4.2% 間接影響長者的就業市場 政府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 不包括洗衣行業 而這種行業就聘請了不少長者員工 疫情下他們如何面對難關呢 李林是屯門這個洗衣工廠的老闆 以前平均每一天處理100噸衣物 主要承接大型連鎖酒樓、酒店、會所 和私家醫院的制服、床單、桌布等等 疫情下百業蕭條直接波及洗衣業 李林的洗衣廠生意額下跌超過六成 現在我們這裡十層樓都停了五層 停五層不僅是開工不足 因為疫情 李林估計每個月的損失以七位數字計算 三百個員工也只需要三分之一輪流上班 香港洗衣商會主席周漢強指出 洗衣業的僱員普遍相對年長 60歲以上的僱員佔行業一半 如果洗衣公司倒閉或裁員 對年長僱員的生計會有很大的影響 老人家是補 有很多是有一些手工性的師傅 譬如拿燙豆、拿我們夾燙機 材料、cutting和一些特別的模式 是需要人真的逐件去處理的 近幾個月洗衣業生意大跌 但是洗衣業不被列入抗疫基金指定的補助行業裏 周漢強希望政府能夠真正聆聽業界的聲音 政府這次這麼重手去救市和去救行業 我不明白為何它看不到我們的行業的需要 如果我們的行業是能夠蓬勃下去的話 我相信很肯定這班老人家 還有很多的日子可以和我們一起走下去 無線電視機者李策軒報導